争议部落客拉罗伯特拉早前拿出一份名单 会声会影的声称 国盟已经凑够123名国会议员换政府 不过当今大马仔细检查 他在短片中出示的文件后 判断拉罗伯特拉所谓换政府的说法站不住脚 拉罗伯特拉在上星期五的影片中出示了三张纸 前两张据说是一部分的国会议员名单 而他们已经撤回对首相安华的支持 但是当今大马仔细看了这两页 发现是所有222名国会议员的名单 至于第三页 则包含了所谓签署法定声明的人数统计 根据第三页 国阵有14人签署法定声明支持国盟成立政府 当中包括巫统11人 马华2人和国大党1人 另外 沙拉越政党联盟 沙巴人民阵线 明星党等国会议员也转态支持国盟 不过当今大马发现 拉罗伯特拉高举名单时 荧幕左边的名单是玻璃市 吉打 邓家楼和部分槟城国会议员的名单 但它没有显示任何议员转向 荧幕右边的名单比较不清晰 但值得注意的是 被标记为紫色的明星党三名国会议员 都被列为拒绝签署支持国盟的法定声明 这和第三页的统计也就是明星党三名议员支持国盟的人数有矛盾 而明星党议员莫里纳告诉当今大马 明星党没有任何议员撤回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至于被提到支持换政府的全民党如楼国会议员孙伟轩 他则向当今大马表示 这只是谣言 没人要求他签署法定声明 拉罗伯特拉的名单和统计还有哪些矛盾的地方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对迪拜行动又抱持什么立场 想知道更多答案 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